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你读到《创世记》前面的时候 提到该隐跟亚伯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该隐他也很努力地去种地 然后亚伯是养羊的 然后神喜欢羊 难道他喜欢吃肉 不喜欢吃菜吗 然后该隐就献上农作物 然后亚伯就献上羊 然后最后神不喜欢该隐 的祭物 然后喜欢亚伯 就造成该隐去杀亚伯 因为我觉得上帝怎么会这样 事实上里面是有他的寓意的 当然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 亚伯献上羊 献上赎罪祭 这是清楚的 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 但里面还有别的部分 让我们直接来看《生英经文》 好《创世记》四章七节 你看荷本番 这边是讲该隐 耶华神对该隐说 你若行得好其不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 他必恋目你却要制服他 你知道罪就伏在门前 其实这个罪这个字 也可以翻成另外一个 我们就要有一个 Young's Little Road Translation YLT版本 它就翻出来了 我们直接看下面的 黄色的英文字 A Thing Offering is Coachings Coachings OK 英文不好 没关系神还是爱你 耶 好 这边其实告诉你 他翻了一个很棒的地方是 事实上不是所谓罪服在门口 而是依和华神 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赎罪祭 放在门口 其实神要对该隐说的事情是 你若行得好其不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 你没有羊 你没有赎罪祭 我帮你准备了一支赎罪祭 一支羔羊放在你的门口 你懂吗 当然后面就不是翻 他必恋慕你了 而是说你要拿他去献祭 然后你就可以被遮盖 你就可以被饶恕 你懂意思吗 我们常会觉得 上帝是不是那么小气 来我们直接看下一个经文 你看喔 这整个故事是这样 双切四章一到二节 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 耶和华使他得了一个男子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雅伯 雅伯是牧羊 该隐是种地的 你看 亚伯牧羊该隐种地 所以该隐本来就不会有羊啊 神你喜欢羊 这样超不公平的 是怎样 我们看下一页 好四章三到四节 有一天 该隐拿地理的储产 为贡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 投身的和羊的子游献上 耶和看中亚伯哈的贡物 当然因为 其实耶稣就是那个羔羊 这一切都在预表弥赛 而该隐的部分 是他自己努力的出产 神不是要靠你的努力出产 那是白白的 我们看下一页 四章五到六节 只是看不中该隐 他的公武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发怒呢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对啊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又觉得 因为我那么努力做 你居然不悦那啊 该隐很不爽 我弟弟 他是我弟弟 我是长子 我大哥耶 为什么你不悦那我 我们再看下一页 所以神对他说什么 你若行好其不蒙悦那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伏在门前 你知道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个YLT版本 告诉你 赎罪记已经放在门口了 所以我告诉你 神根本帮他预备了赎罪记 他可以选择献那个 那支赎罪记的羊 但是该隐不要 该隐他的兄弟亚伯说话 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 打他兄弟 亚伯就把他杀了 成为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 OK 所以你觉得 上帝超严厉的 你看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你看这个该隐他还要制服 你看他那么努力 想要献给神 想要要制服他 这个献祭不被悦那的心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神把赎罪记 准备在他的门口 他只要也陷那个赎罪记 就OK了 可是该隐不要 所以他才去杀亚伯 了解吗 因为嫉妒 我们看下一页 四章十三十四节 如果神真的那么小气 你看该隐对耶华求的时候 神会怎么样 你看该隐对耶华说 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当的 我所能当的 你如今赶着我离开这地 以至不见你面 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你看他被赶出去 他被赶出亚当 夏娃 他们在的那个地方 他被赶出去要赶到东边去 然后该隐还跟神求说 这样子大家会杀我 你想为什么遇见他 就会杀他吗 因为所有人都在亚当跟夏娃生出来 该隐亚伯后来生塞特 而且声音上还有提到 亚当跟夏娃生儿养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该隐啊 赛特啊 该隐啊 亚伯啊 赛特 后面之前他们都有太太 对 这些人也是亚当他们生的 所以你看每一个人 都是彼此认识的 因为同一个家庭 所以大家会觉得 哇 你杀了亚伯 那个我们所爱的哥哥 我们所爱的兄弟 我当然要杀你 所以呢 这就是可以解释 为什么大家想要杀他 OK 好 可是你看神跟该隐说怎么办 大家会想杀我 神怎么做 我们看下一页 耶华对他说 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 耶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 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于是该隐离开耶华的面 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所以你了解吗 如果神真的觉得该隐那样不对 他早就直接让他被杀 神也可以跟该隐说 你就被杀啊 反正因为你杀人啊 可是神给他立一个记号 让他不会被杀 你觉得这是一个残忍的神吗 这是一个那么小气的神吗 很多人让你认为 神很小气很残忍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看下一页 其实这就取到了一个 一样的圣经的问题嘛 在福音25章24到25节 大家知道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才干的例子 你看那里一千两的人也来说 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这种地方要收剧 没有散的地方要剧练 没有这种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剧练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的圆银子在这里 你会发现一件事 就很像读个该隐 你就觉得神好小气哦 神... 该隐分明没有羊可以献你 为什么还要他信仰 而且你还不喜欢 你把神看成一个忍心的人 一个残忍的人 一个小气的人 就很像这一千两的人 他觉得神是小气的残忍的 然后 他就会把他一千两的才干埋藏起来 你要这样看耶稣吗 你要这样看耶和华 看我们的独一真神 三位体的真神吗 可是不是这样的 他早就预备了赎罪祭放在门口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你看那一千的人 神对他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看你怎么看神 神也是这样看 你看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竟然知道我没有这种地方要收割 没有这种地方要剧练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 对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因为我想到一件事啊 如果这个主人需要存钱 他为什么不自己拿钱去银行里面存 可以挂自己的名字 还不会被盗领利息来了 还是自己的 他为什么要花钱聘你一个仆人 仆人的工作是把钱拿去存在银行里面 然后银行的利息还算这个仆人的业绩 有没有搞错啊 我需要聘一个人做这件事 我还要付他薪水吗 不用我自己去做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神根本不是一个忍心残的人 祂就是要让你得到奖赏 祂找理由给你业绩 你了解吗 你有做过业务工作的人都知道 业绩非常重要 因为跟你奖金跟你的收入很有关 这个老板尽量帮你找业绩给你挂 你懂吗 所以我告诉你神为该饮预备了 神也为你预备了 神不是一直一直一直的 让你好像一直要求你 要求你然后都不会为你预备 在你所需用的各样事上 神要你做的每件事 上帝要你做的每件事 他一定为你预备 够用的资源可以完成 不用担心他不是忍心的人 那个人怎么看上帝 他看上帝忍心 看上帝残忍 所以他最后那一千两都被夺走 而那五千两 那两千两的忠心做好自己的 就进到那里面 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进到里面享受主人的欢乐 所以请用正确眼光看上帝 他充满恩典充满怜悯 他透过耶稣看你 你何等可爱 让我为你祝福祷告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谢谢你 你透过主耶稣来看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可爱的 被爱的 宝贝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各样的资源 完成你 用我们完成各样的事情 你不是忍心的人 你是找机会使我们蒙福的神 找理由使我们挂业机 得奖赏的人 我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清清楚楚知道 你是为我们的好处 你就是我们的好处 谢谢主耶稣 谢谢天父 谢谢圣灵 奉神祕祷告 阿们